地貌德后书 第三章 你应知道,在末日,困难的时期必要来临, 因为那时人只爱自己,爱钱,金夸,骄傲, 谩骂,不孝顺父母,忘恩,负义,不前进, 无慈爱,难和解,善诽谤,无节制, 无人心,不乐善,背信,鲁莽,自大, 爱快乐胜过爱天主, 他们虽有前进的外貌,却背弃了前进的实质, 这等人,你勿要躲避, 因为他们中,又在潜入人家中, 列取那些满身罪恶,及被各种邪欲吸引的妇女, 这些妇女虽时常学习, 但总达不到明白真理的地步, 就如从前,雅乃斯和杨布勒反抗梅瑟, 照样这等人也反抗了真理, 他们的心术败坏了, 在信德上是不可靠的, 但他们不能再有所成就, 因为他们的愚昧将要暴露在众人前, 如同那两个人一样。 至于你,你却追随了我的教训, 我度日的态度, 志向,信心,坚忍,爱心,容忍。 我受的迫害和苦难, 即我在安提约基亚, 伊科尼庸, 里斯特拉所遭遇的事, 那时我受了何等的迫害, 主却从这一切迫害中救出了我, 凡是愿意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的人, 都必要遭受迫害, 但是恶人和行诈述的人, 却越来越坏, 他们迷惑人, 也必受人迷惑。 然而你要坚持你所学和所信的事, 你知道你是由谁学来的, 你自幼便通晓了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凭着那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 获得得救的智慧。 凡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 为教训, 为督则, 为矫正, 为教导人学正义, 都是有益的, 好使天主的人成全, 适于行各种善功。